这场比赛打的有多激烈呢 堪称是国家队的内战 红系服的选手是蔡伟 他是全国家队的 手机的比分就很接近 现在是6比6 双方并开着了试探 而蔡伟的对手是魏西浩 是那瓜中国青少林下的第二名 后面是到了国外打球 从6平之后蔡伟是连得5分 以11比5先下了手机 但是他的发球也是很有特点 特别是他的狗手发球 因为他这个很强 下尾这球是一个接力的快师 前面这几分都是在打中防守法技能中 卫士浩一个防守师大奖 拿下这一分 这也是着手温室的一个陷路 现在的卫士浩还是从发球队进行突破 拿到了一个8比7的女生 小伙伟就属了强球球 感觉蔡伟还是要更加强势一点 帮他也是1比9分了下第二局 0比2落后的卫士浩也是全面交换了起 拿到了一个4比0的大5快局 这一局 这一局的蔡伟是有时的挑战 在卫士浩的速写下 死无不撞 因为比分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蔡伟也是在打中防守的这一局 所以这一局的蔡伟是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一呼 卫士浩现在是第四局 期末上的先 这一局的蔡伟还是有时的结束好 刚才发球 卫士浩以西比4拿下第四局的局点 一个查评到幸运区 帮卫士浩以西比4拿下第四局 现在是局分2比2平打绝送局了 看看蔡伟是不能够重新跳动起来 有比分比生的卫士浩 失误还是有些多 现在的差评还是在打中控制 从4比1领先 卫士浩是连队的7分 主要还是制成了5位15 最后一个防守的连续调动 下尾在决战局是以西比5拿下第四局 一个投球成续 下一绑法师大奖 帮卫士浩再追回1分 最后是蔡伟3个上升了卫士浩 好啊